但是真正西晋之所以能成为晋朝 跟司马延的爷爷司马懿 关系就太大了 所以说我们第一集 先从司马懿 还有他能咸鱼翻身的高平陵事变说起 谈到司马懿 肯定咱们就要提到三国 魏蜀武 大伙都知道 因为有三国演绎 民间叙事 所以魏蜀武 三国 他这个故事 中国人是耳熟能详 东汉末年 汉帝国的统治非常黑暗 所以就爆发了黄金起义 结果就导致军阀混战 诸侯争霸 从当时的军事实力和领土面积来看 曹操曹丕父子所开创的魏国曹魏 肯定是首屈一职 然后才轮到孙冬的东吴 还有刘备的蜀国 当时作为三国之一的头号强国 曹氏魏国从公元220年 曹丕代汉登基开始 一直到公元266年 曹汉善让去国 前后经历了46年 那么从曹丕开始算 魏国一共有五个皇帝 但如果真的从权力归属来看 曹魏其实在第三代皇帝 曹芳的时候已经灭亡了 公元249年 魏国太父司马懿 通过发动高频临政变 完全掌握了魏国的军政大权 此后十几年 魏国真正的权力 就一直牢牢掌握在司马家族手中 曹氏魏国实际上 在十几年间是名存实亡 那么如果顺着历史的脉络 往上倒 魏国最终 他能被司马懿夺取大权呢 追根溯源呢 起因还是在于 魏国建立者曹丕身上 曹丕我们要知道 他建立魏国之前 当时东汉还存在了 东汉国家的大权呢 主要掌握在他的父亲 曹操总中 说起曹操曹孟德啊 我们大家肯定非常熟悉 这个人是南征北战 歇天子以令诸侯 最终打下了大片土地 成为东汉末企业 三国鼎立势力当中 最大的割据势力 那么曹操能有 这么辉煌的成就 一方面呢 靠他自己的本领 和他手下的曹氏啊 夏侯氏啊 这亲信的支持 曹操我们要知道 他的父亲曹松 本来就姓夏侯 过继给当时 一个非常非常势力大的宦官 叫曹腾的 所以说从他父亲曹松开始呢 就改姓为曹了 他真正的夏侯氏 也是他的本家 另外一方面呢 曹操他取得成功的 最大的他的基础是什么呢 就是他别具一格的 为财事举的 这样的一种用人制度 当时在曹操 曹大曾相言里 只要这个人有财 不管他出身如何 不管这个人人品怎么样 他就可以得到重用 因此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曹操掌管 东汉国政的时候 他手下是人才辈出 所以说呢 征伐四克 随着曹操的去世呢 这种情况就发生了改变了 公元220年 曹操去世了 他的长子曹丕呢 就继承了当时的魏王王位 不久呢 曹丕这个人也是奶文奶武啊 文武全才啊 他就逼迫了汉县帝留邪善让 他自己就代汉自立了 改国号为魏 曹魏帝国 由此诞生了 曹丕呢 就是魏文帝 那么他当皇帝之后呢 他就追世他的父亲曹操为魏武帝 所以说曹操生前啊 咱们一说 西秦皇汉武 略书焚彩 唐宗宋祖 烧殉风烧 什么魏武徽边什么 一说到魏武 以为魏武帝 真正曹操在世的时候 他是没有称帝的 他当时只是魏王而已 只是他的儿子 这个篡汉之后 然后追世自己的父亲 为皇帝 曹丕虽然和他父亲曹操一样啊 也是经历过南征北战的 但是呢 他和他父亲曹操相比呢 他在军中没有那样的威望 所以说呢 曹丕登基之后呢 他为了获得众人的支持 特别是那些高级 门阀士族的支持呢 他就在魏国境内呢 进行了一系列的政治经济改革 也正是因为他这个 所谓改革当中的几个婚招啊 最终等于把他父亲曹操 辛辛苦苦打下来的江山啊 基本上是攻守了 送给了司马懿为代表的 这个司马家族 那么曹丕第一个婚招是什么呢 他就是对魏国境内的士族妥协 曹操在位的时候啊 大权独揽 以当时也遭到了 许多高门士族的这个门阀的反对 那曹梦德和许人也 对于反对自己的士族 无论是哪家 你们家载牛 对于曹大丞相来讲 就一个字杀 别说还真管事 大刀片子一挥 那些士族就怂了 就消停了 所以曹操啊 就可以在东汉国内 当时还获封为魏王 那么曹丕 代替了一个汉朝登基之后呢 如果从传统的封建礼法上看 你想他从前是汉朝的臣子 近乎大逆不道 所以呢 明里暗里 来自士族高门的那些反对之声呢 肯定就是屡屡不绝 曹丕呢 很怕自己死后呢 一臭万年啊 加上自己又没有他父亲 曹操征伐四克的那种巨大的慰望 所以说呢 他就选择了对高门士族妥协 以换取更多人 更多家族对他自己的支持 为此呢 曹丕就颁布了九品官人法 这项法令 他就规定啊 魏国在选官之前 要对参选之人进行评级 而评级的标准呢 就是所谓的家事 家事实际上就是门第 还有道德以及才能 你看他把才能放到最后了 其中呢 选官最大的评级 就是靠家事 也就是说呢 你如果没有一个好的家庭出身 你们家如果不是从前的 世家大族 你这人再有才能 做大官基本没戏 由此呢 曹操时代那种为财事举 就彻底结束 更不幸的是呢 当时司马懿代表的司马家族 就是曹丕这个政策 最大的受益者 所以说曹丕和士族妥协呢 其实是常有隐患的 为啥呢 这些世家豪族 他在朝廷内 还如果是过分强大 最终就会威胁到 叫黄泉 那么曹丕的第二大混招是呢 他就是对曹氏宗亲排挤 我们要知道在曹操创业初期 曹氏宗亲 包括他那个夏侯宗亲 好多人是立了很大的功 出了很大的力的 其中呢 特别是他姓曹的姓夏侯的 战场立下了赫赫战功 曹操对这些人始终信任有加 但曹丕和曹操就完全不同 这也为什么呢 曹操活着的时候 曹丕和他弟弟曹植 争夺世子之位 当时的曹氏宗亲 夏侯宗亲在内部 已经开始敬畏分明的选边战队了 其中呢 有支持曹丕的 也有支持曹植的 所以说最后呢 曹丕胜出 他登基之后 对于曹植和曹氏家族 内部曾经支持过曹植的群体 非常忌惮 对曹家的宗室内部 就尽其了大范围的清洗 特别是他对自己几个亲兄弟 一律是霸触兵权 甚至发配到地方去 专门早上看管起来 看似亡野 实际上都是些高级旧徒 锦衣玉石 因此曹操时代 积累起来的曹氏宗亲势力 就被曹丕分化瓦解 我们都知道曹植做七步师 那阵就是这哥俩 七步师不一定是真的 但是曹丕和曹植 两个人争夺世子之位 这个是历史上确确实实存在 那么曹丕第三个婚招是什么呢 就是死的时候脱孤非人 这是最好命 曹丕英年早逝 他的儿子为名帝曹锐 更是意料之外的短命 而且曹丕 曹锐脱孤之人 竟然都是 一直被曹操视为隐患的司马懿 曹操活的时候 就告诫过曹丕说 司马懿非人臣也 必欲如家世 就你看司马懿这个人野心不小 以后说不定对你的家世国事 有所防害 可见曹梦德 曹大成仙的眼光确实毒辣 一眼就看穿了 司马懿这人心肝脾胃肾 曹丕呢 他完全不理会 他父亲对他这种警告 对司马懿还一直特别重用 只是对他略有防范 完全没有想到当时这个外表忠厚大臣 最后会对自己的国家 会把自己的国家篡夺掉 曹丕呢 如果活的时间够长 可能司马懿也不敢怎么样 可惜呢 他自己当了七年皇帝就病死了 曹丕临死之前呢 他还将儿子曹锐 就后来曹明帝 托付给司马懿 陈群曹修曹真 这几个重臣 你看 这个曹修曹真 都是他们曹家的 这个司马懿和陈群呢 就是这个重要的大臣 让曹丕意想不到的是呢 这几个托骨大臣 自从受命之后 陆陆续续都病死了 都挂了 都跟着曹丕走了 最后只有司马懿活了下来 由此可见 比谁活的长久 是历史政治当中的一大特色 我们要知道 在平均寿命并不太长 这个三国时期 那这我估计平均寿命 应该是50岁左右 司马懿能活到73岁 那绝对是高龄了 他的这种超长的待机时间 又恰恰成为他们司马家族 最后夺权成功的关键 曹家三代精明能干的皇帝 最后等于都被司马懿熬死了 这天下的才能被司马家族 篡投到手 要是司马懿遇上了 像英国伊丽莎班女王这样 高授的君主 或者是后来什么 康熙 乾隆那些人 我估计他们司马家族 这辈子只能是干凳脸 司马懿能长寿的秘诀 我在于还是在这个人 非常隐忍 见好就收 能屈能伸 所以说心态相当好 他不会被别人气死 也不会急死 所以身体特别健康 所以说你平常吃点 你不想吃的东西 喝点你不想喝的东西 做点你不想做的事情 能忍能耐 所以我们生活工作当中 一定要放宽心态 学一学 这个司马懿 不要为了一时得失 生气郁闷 也不要为了工作 透支身体 你要想笑到最后 首先你得活到最后 虽然曹丕这一辈子 有这三大婚招 使得司马懿掌握了很大的权力 话说回来 曹丕的儿子魏明帝 曹瑞死后 如果没有曹爽这个人 过于任性 过于胡作非为的话 司马懿很有可能 他作为魏国的忠臣的这种身份 一直忍到他寿终正前 到那个时候 魏国的国家大权 自然而然会落到曹氏皇帝 后来的继承人手里 或者是别的几个世家大族手里 政治只要有均衡 魏国就不一定那么快就灭亡了 那么公元238年东10月 魏明帝曹瑞又患重病了 他就下招拜曹宇为大将军 想让这位叔父 当时的曹宇是他叔叔 是齐王和领军将军夏侯县 五位将军曹爽 屯齐校尉曹赵共同辅政 以此能安定国家 当时司马懿还没在京城 他领兵在外 这个时候 曹魏政权的高层秘书 也就是当时任散旗长室的 刘芳和孙姿这两个人 长期掌管国家政权 散旗长室 咱们好多人对隋唐使特殊 看电视剧一听 好像是一个闲散的这种官员 实际上不是的 秦汉以来 散旗长室都是皇帝的高级顾问 你听散旗长室 好像没事骑在马 后头跟着皇帝顾个问上 是 然后没事在这个进道宫殿里 经常跟皇帝在会儿待着 但真正到了曹魏 散旗长室 这个刘芳和孙姿 基本上就跟丞相一样 就跟宰相一样 所以说他们是 作为是那种政策 就是决定者 当时呢 作为曹室中心的夏侯县和曹赵 这些人就对这两个人特别不满 你看权力都被这两个人掌握着 有一天呢 这两个人看到宫中 这个宫殿里有一只鸡飞上树了 两个人就在那儿嚷嚷大声说 这太久了 看这个刘芳他们还能活几天 他就指着那只鸡 就觉得这些人 根本就不是凤凰 就是这些低贱的鸡 你看他现在攀了高枝了 他似乎忌惮 这两人一说 这个消息很快就被刘芳和孙姿两个人知道 他就知道 你看曹家那些人恨咱俩人 为了免除后患 就私下 他们就想对曹氏宗亲加以离间 那么大将军这个齐王曹宇呢 是曹操的儿子 性情非常公顺 面对曹瑞托孤诏书 他诚恨的表示坚决推辞 魏明帝曹瑞听说之后呢 就让刘芳孙姿啊 入德的病态方便 就问道 齐王曹宇是这样吗 刘芳孙姿就答道 大将军曹宇啊 实际上确实他自己知道 他不能承担如此重任 所以说他推辞 这个时候曹瑞忍死 就问两个人 那么谁可以承担 我托孤的大任呢 当时殿中只有曹爽一个人 还在旁边站着 刘芳孙姿啊 为了巧取人情 就顺势推荐曹爽 而且还说什么呢 应当召回司马懿参与辅政 司马懿当时是太尉啊 曹瑞就问 曹爽真能承担这件大事吗 你说曹爽就在旁边站着 他不问曹爽 就问那两个人 曹爽本人是个低能下财 这个时候呢 下之汗流满面 紧张到 他都不能回答皇帝的问话 见此情景呢 刘芳就暗中踩曹爽的脚 就赶紧听说 你赶紧赶紧表示啊 曹爽得到提示之后 赶忙跪地搭照 声音还挺大 誓死一奉社稷 我不惜一生命 来维护咱们曹家天下 魏明帝呢 当时曹瑞已经是病重恍惚了 就听从刘芳孙姿建议 打算任用曹爽司马懿辅政 并且呢 给刘芳那种皇帝招书 专用那种黄色专用纸 让他替自己书写招书 刘芳孙姿出去之后呢 曹瑞这个主意啊 又有变化 还被人一窜抖 然后他又下招 制止这个司马懿 不让他回来 但隔了一会儿呢 这哥们不知道怎么 脑筋又急转弯 他又召见刘芳孙姿说 哎 我自己要召回太位 而曹赵等人呢 反正我不让他回来 几乎败坏了我的大事 我想了半天 怎么还是让太位回来 于是呢 就命令 这个刘芳孙姿 接着写招书 于是呢 曹瑞就单独宣赵 这个曹爽啊 还有刘芳孙姿啊 一同接受这个招书的命令 终于呢 最后还是把同属 曹氏宗氏的曹羽 夏侯县曹赵等人官职啊 全部免掉 这个时候呢 司马懿也从这个外面赶到了 他走进曹瑞的卧室 接受招令 而后呢 这个刘芳赶紧拿着这个招书出宫 大声对外宣布 有招免去其王 曹羽的这个官职 不得在宫中滞留 可见呢 为明帝曹瑞的临终这个婚招啊 最后等于是导致曹操曹 曹丕 包括曹瑞 祖孙三代 等于是为他人做嫁衣生 历史的经验证明呢 一个帝国 封建帝国的最高领导者 在选择继承人方面 不可不慎 而在选择这个脱孤重臣方面呢 更要慎之又慎 在当时啊 实际上对于魏国来讲 外围大环境 非常不错了已经 蜀国的能臣 诸葛丞相病死了 那么魏国的什么 公孙渊那些叛乱已经平定了 吴国呢 那特能打仗的大将 那陆逊呢 已经失蠢了 已经根本就吴国就不用他了 因此呢 大魏政权基本上没有大的外患 说句实话呢 魏明帝曹瑞呢 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什么昏君 按照曹瑞的基本设计呢 曹爽当时作为宗室和皇家代表 掌握大将军之职 地位呢 是在司马懿之上 司马懿呢 作为三朝元老 在国内绝对是威望最高 士族啊 门法啊 他是最高代表 这两个人如果精诚合作的话 大魏江山肯定是 绝对是没有任何的忧虑的 但是呢 事逸时宜 曹瑞他也无法预料到 自己身后世的这种发展趋势 从整个魏明帝曹瑞脱孤事件来看呢 曹瑞还是没有在事前考虑周到 就听信孙姿和刘放这两个淘金分子的残言 最终呢 他实际上是在曹氏宗室中选错了人 选了一个幼稚乱七八糟 没事老想干事的 炸了一个曹爽炸的人 而且这个人缺乏智谋 他没有才干 司马懿呢 作为曹家 现在四朝老臣了吧 他在曹操时代 司马懿是完全受掌控的 曹丕呢 才华比他父亲算略逊一筹 大体上也能控制司马懿 魏明帝曹瑞在早期啊 这个人还是挺会玩弄权谋的 他控制司马懿呢 也是没问题的 由此呢 我们非常有理由相信 在魏明帝曹瑞病死之后啊 司马懿其实当时是没有任何反心的 如果不是曹丕曹瑞父子 连续两代的帝王英年早逝 司马懿的司马家族 根本没有任何机会 篡夺魏国的政权 但魏明帝曹瑞去世之后呢 状况一下就改变了 魏国呢 出现了权力真空 各个派别 大臣不同之间就开始争权夺利 魏明帝曹瑞刚刚去世的时候 司马懿是没有反心的 我们刚才说了 因为当时的政治局势比较均衡 但曹爽这个人难堪大用 他得到权力之后呢 就滋意妄为 一步一步非常明显地削夺司马懿的权力 这个时候呢 实际上司马懿手里还有雍良地区十万兵权 以及他一半皇宫那种数位权 禁卫军好多还都在他们家 他们家族人手里 原本他是可以和曹爽在政治上 争个你死我活的 但司马懿何许人也 他这一辈子一直是以退为进 一退再退 最终呢 他竟然主动交出了所有的兵权 假装重病 扮演了一个垂死老人这样的角色 那么当时你说司马懿真不想反抗 当然不是 如果他不想反抗 就不会一直让他儿子司马师 偷偷在洛阳北盲山那块养了三千死士 可以这样说 当曹爽一直咄咄逼人的时候 司马懿实际上已经开始生出策划政变的这种心了 那么司马懿开始的时候 之所以选择一步步退让 就让卫国大臣们 你看曹爽这个人野心多大 就是想让曹爽在草野当中先失去声望 还是想了一步一步的先把曹爽麻痹掉 我们看电视剧《虎啸龙颜》 就是优酷的首播的这个 你看就会得到这样的印象 司马懿一生忍忍退让 72岁垂老之年 终于对曹爽忍无可忍了 发动了一场震惊内外 对历史影响特别远的这个军事政变 就高平陵事变 如同后世后代许多洗白司马家族的故事一样 电视剧那给人的印象 就是老曹这三代人一直防着司马懿 欺负司马懿 那么忠厚老是司马懿忍耐忍耐再忍耐 到最后人无可忍 曹爽现在要他老命啊 要他家族性命啊 司马懿老哥们急了 突然发难 一下子呢 特立志 把曹爽搞定了 就是苦笑龙人最精彩的部分 就是白发苍苍的老司马懿 举起手中的剑 高喊启示 这个时候 我估计追剧的许多人 有代入感 观众无论男女老少 估计是心情相当激动 觉得这老头做得太对了 真实历史当中 曹爽其实起初对司马懿 一直是礼让有加的 他和他的手下 那美男子何彦什么的 那些人搞了一个正史改制 也算是很有想法的一种 人事改革 但他这个改革呢 就是要逐渐替换掉 曹魏的先前那些老门阀 结果呢 得罪了许多人 即便后来曹爽 削弱了司马懿的权力 也不是像电视剧 展现的那样 对他横加侮辱 而且呢 在形式上 仪式上 对司马懿还是很尊重 那么电视剧 就是为了让观众更好 接受后面司马懿 对曹爽等人那种杀戮 编剧呢 就故意 让曹爽 这些人过分的不行 似乎司马懿完全就是被动 防卫 最后才搞出那么一出大戏 高平凌事变的过程呢 肯定要从魏明帝 和曹瑞崩氏算起 景初三年 就公元239年 魏明帝曹瑞逝世 他遗诏呢 由年仅八岁的皇太子曹芳继位 嘱托大将军曹爽 和太尉 司马懿辅政 曹爽呢 当时身为这个曹氏宗氏 掌握权力之后啊 他就是重用他自己的心腹 这个 到说句实话 一般都是这样 掌握权力之后 你肯定用自己熟人 用自己人 他不断的 确实是在排斥司马懿 对司马懿呢 名声暗将 晋升司马懿为太父 就得也把他手下的兵权都给夺了 你说司马懿 这老头 忍了几十年 在政治场上混了这么多年 绝对不是吃素的 还是以退为进 暗中等待时机 这哥们绝对是太能忍了 但是他悄悄的 就是凝聚反击力量 正始八年 就是公元247年 他就借故自己生病 而且还辞职了 为什么呢 就避免自己在朝堂上 和曹爽发生正面冲突 万一哪天老头忍不住 啪 给曹爽来一大嘴巴 从前装的 全完了 转年呢 曹爽有个新夫叫李胜 到荆州上任次使 曹爽特意派在李胜 向司马懿辞行 观察司马懿的身体状况的动向 并不是说真的辞行 实际上就是说 我向您辞行 太父 实际上就看看司马懿怎么样 还能活几天 司马懿果真 装出一副老年痴呆的样子 在那吃个东西 还哆哆嗦嗦了 然后身上满是那种爱救 那种治病的痕迹 得到这个李胜的汇报呢 你看曹爽对司马懿呢 就更为松懈了 觉得就是一老棺材壤子 就等他死了 与此同时呢 司马懿暗中和当时 官为忠护军的儿子 司马师司马昭 以及太尉蒋记等人呢 就暗中准备发动事变了 嘉平元年 也就公元249年正月初六 魏国的少帝曹芳 那当时是个少年人 出城了拜业他父亲 魏明帝的陵寝 他的陵寝就叫高平陵 所以叫高平陵事变 这次拜陵呢 大将军曹爽 作为重臣 就陪同前往 不仅曹爽陪同 他的两个弟弟 曹熙和曹迅 也跟着去了 而曹熙呢 当时任中领军 曹迅呢 任五位将军 也就是说呢 曹魏的皇家建议军 指挥权 全都掌握在 他们曹家哥们手里 在此之前 和曹爽同属一个阵营的 大司农环犯 就曾经劝过曹爽 你说你们哥仨 特别喜欢一起 出城去玩 这个习惯特别不好 你们兄弟手握军职 不应该同时行动 特别是同时外出 出城 离开首都 这个呢 会给别人钻空 你想兄弟三个人 一起出城 一旦别人把城门关了 后果不堪设想 曹爽呢 根本当时就没把 魂犯的话听进去 依旧和两个兄弟 同出同路 这次呢 出京夜陵 拜陵也是一样 他们觉得 禁卫军指挥权 都在我们自己手里 皇帝本人 又和自己兄弟在一起 既是洛阳城 那有人关了城门 又能够怎么样呢 得知曹爽 带着小皇帝出了城了 已经在家装病两年 年狱古稀的 太父司马懿 马上带兵 喀奔 这老哥们活了 马上率领兵马 骑上自己骑马 觐见郭太后 与此同时呢 攻城的正门司马门 已经被司马懿的长子 司马什所控制 由此呢 高平林事变正式开始 那么高平林事变的具体情况 又是如何发展的呢 我们下一集 接着说 好 好 感谢观看